Hello,大家好,我是老王 很长时间没更新了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骑车的小技巧 无离合换挡 顾名思义就是在不借助离合的前提下 还进行加间挡的操作 其实这个技巧不是很实用 娱乐性更强一点 但是当你在骑车的过程中 如果是突然断了离合线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了 如果是真的断了离合线 那么在进行这个操作之前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 那就是推车 要想顺利的挂如一挡 还是要有一定的速度的 不然一挂一个熄火 那么在学习这个技巧之前呢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咱们摩托车变速箱的工作原理 视频中就是我们摩托车变速箱中的齿轮组 下面这根是主轴 也是动力输入轴 右边连接离合器 有曲轴在动 上面这根是副轴 也是动力输出轴 左边的小链盘驱动链条 从而带动后轮 在换挡的时候 通过变速谷移动齿轮 从而完成换挡的操作 我们正确的骑车操作应该是左手捏住离合 切断动力输入 然后我们才能顺利的挂入下一个档位 无离合换挡 也就是在不切断动力输入的情况下 从而完成换挡的操作 少了一个离合的动作 那我们就必须要通过补油的这个动作来弥补它 正常情况下 变速箱中的齿轮应该是像这样 紧紧的裂合在一起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强行的进行换挡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补油来卸掉齿轮间的受力 具体的做法就是拧油门在收油的瞬间做出换挡的动作 因为在收油的瞬间 两组齿轮间的受力作用力最小 趁着这个间隙可以很轻松的换入到下一个档位 这样的做法好处就是换挡更快加速也会更快 就是类似于现在很多高端车型配备的滑动离合器 那么减挡也是同样的操作 稍微补一点油 在收油的瞬间迅速的就是捡到下一个档位 那么这个无离合换挡对于我们摩托车变速箱的损伤究竟大不大呢 其实只要你熟练的掌握它 这个油门配合的衔接度非常恰当的话 对于变速箱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除非就是一些新手 对这个驾驶手法呢 比较的伸疏 油门配合不是特别的恰当 这个挂挡减挡的时机掌握不好的话 还是会对变速箱的齿轮 会有损伤的 严重的话呢 打坏齿轮也是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就是老王建议 就是除非你对这辆车的驾驶熟练度 非常的好的话 还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一些新手呢 最好不要轻易的尝试 不然 农牌变速箱就得过尝试了 这个方法适用于市面上大部分的摩托车 但是对于一些自身重量比较大的一些重型巡航车 像哈雷啊 这些重型车 还是不建议使用这样的技巧的 因为这些车的自身惯性比较大 在减挡的时候 对于变速箱齿轮的冲击比较大 很有可能会损伤这个变速箱的齿轮 所以一些重型车还是比较轻易的用这个方法来驾驶 那么这个技巧呢 其实和技术无关 只要多加练习 每个人都可以熟练的掌握它 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 只要多加练习你也可以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还不错的小伙伴 给老王点个赞关注一下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